8月11日,邓丽星,Jelice Mann,贾小陈,汤姨,李曼君,安志杰等出现了在香港举行的电影《内衣少女》的请公演 三天就创下300多万的票房,邓丽星却只是一笑之之 他表示作为一个业员,比起票房更希望能够多方面的发展 关于古装或者武打题材的电影都想尝试参加 作为一个演员,应该要多元化,应该要每一种类型都要尝试 好像我之前都尝试过拍一些恐怖或者是比较伤感的一些电影 就是出来的效果,大家都蛮喜欢的 所以我最喜欢就是尝试,没有尝试过就是古装好像武打的那种都想尝试一下 那成绩方面我真的都不想了,就是希望做好角色的好 尽管因为工作原因错过了开幕式,邓丽星还是在拍戏之后赶着观看了自己最喜欢的跳水比赛 他还表示接下来自己还想继续对女排多佳的关注,期待他们这次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就是昨天看了一点点就是我下班了,在拍完电影之后就其实很累 但是就有我最喜欢的跳水的一个汉部 那我就是很累很累都要看完台睡觉 然后很开心就是中国队就是女子还有男子都拿了金牌 就是我静静他们就是非常开心,非常替他们开心 还有之后的最想看就是排球 因为之前中国队的出赛我都看不到 希望这几天拍完电影之后有时间我都可以继续自辞奥运的